Hello,大家好,我是Alan 即將來澳洲的朋友要留意 因為每一位入境澳洲人士都要填寫這張黃色入境卡 不要看這張卡細小,除了正面之外 反面也有很多格子要填 今天就來跟大家講解一下怎樣填寫這張卡 當你上了飛機後,空姐會每人派發一張卡 其實這張卡原本是全英文的 如果英文有困難的話,你可以問他拿一張中文的版本 但留意,就算你拿著那張是中文卡 你也是要用英文填寫所有欄目 所以自己就要預先準備好一些資料 這張是正面,我們先說反面 因為會比較容易寫 首先,你要準備你來澳洲的聯絡電話 你的email,或者你的地址 你的地址可以是你租的酒店 或者是青年女社這些地址 或者是你紀宿家庭已經確認了 你可以填你的紀宿家庭的地址 另外,還要填一個緊急聯絡人的資料 可以是你的家人或者是你的朋友 也可以的 之後,你要填寫在哪裏登機 你的職業在甚麼 如果你職業在學生 你填學生就可以了 你的國籍可能是中國 或者是韓國人等等 出生日期也要填寫 即是你獲得了澳洲移民的資格 譬如說你是一個TR或者PR 你是第一次登陸澳洲的時候 你就要填A這個選擇 然後你是填一個交叉的 不是Tigger 記得,它都有體 然後B B這類是適合Vicitor 或Temporary Entrance 即是你是旅客 或者臨時入境的人 就填B了 臨時入境的人 包括學生 和Working Holiday 即是打工假期的人 所以如果是這個類別的話 就是臨時在澳洲 不會說是移民 或者是長遠居住 那就適用了 除了你要填這一格之外 你也要填寫 究竟你是來澳洲 打算逗留多久 要留意如果你是遲一個旅遊的簽證 每個旅遊的簽證 通常的期限都是三個月 所以你就不要填寫多過三個月 如果你是一個旅客的話 之後還要填一個你來澳洲的原因 例如你是來公幹的 你可以填Business 或者參加Conference 如果你來讀書 麻煩大家填Education 如果你來旅遊的 你可以填Holiday 你來探親的 就填Visiting Friends 或Relatives 另外如果是Working Holiday的人 也可以填Holiday這一欄 CLEO Box 就是For Resident Returning to Australia 即是本身已經是澳洲居民 的時候 他們就會填CLEO格仔 我們看看正面這一版 左邊的資料 其實很簡單 你可以填自己的英文姓 英文名字 護照號碼 航班號碼 以及澳洲地址 另外你要留意 還有一條問題 會問你是否打算 未來十二個月內在澳洲居住 留意如果同學是遲一個 旅遊簽證的話 千萬不要答YES 最後我們看右邊這一堆密密麻麻的字眼 其實在你過關的時候 官員都會拿你這張卡 然後問你 你有沒有事要申報 有沒有事要declare 那為什麼會這樣問呢 因為澳洲其實有很多東西 是限制 是禁止你入境的 所以他要保障 國土是安全 是免疫 所以 留意很多東西 不可以戴的話 你戴了 你就需要申報 也有被丟棄 或者被懲罰的危機 所以大家也要誠實去申報這件事 首先看看第一項 就是看看你有沒有帶一個 受限制的物品 例如藥物 類固醇 色情的物品 槍鞋 武器 留意色情的物品 是不可以帶進澳洲 包括刊物和電影 之前也有新聞報過 有人帶了一些 被罰款 另外 煙酒類 酒不可以帶超過2250毫升 煙酒不可以帶超過25G 如果你帶超過了這個份量 請大家填YES 第三 就是關於你有沒有帶 超過900元澳元的免稅商品 第四 就是有沒有帶一些 商品相關的貨物 或者是申報 這些都是要如實去申報 而第五 就是比較多同學 可能會遇到的 就是 可能你會帶多了一些錢 如果帶超過10,000元澳幣的話 的確是要申報 所以我不建議同學 帶這麼多的錢 家人可以讓子女在澳洲開銀行戶口 然後再直接在海外匯款過來 或者開張旅行支票 開一個附屬的信用卡 給子女 rather than帶一堆的錢 第六 大家真的要小心 因為很多很多的食品 都不可以帶來澳洲 包括任何的肉類 家禽 魚類 海產 蛋 奶製品 水果 和蔬菜 換言之 我勸大家關於任何食品的東西 都不太帶入境 所以新鮮的東西也不可以 有蛋 有奶的東西也不可以 包括 如果帶一些餅乾 即食麵 乘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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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可以帶進去澳洲 要是全部都可以帶進去澳洲 要是全部都可以帶進去澳洲 另外還有比較多同學 可能會帶奶粉 或是肉乾 肉鬆 之類的東西 其實臘腸 這些全部都不可以帶來澳洲 如果你需要 其實可以在這邊 唐人的超市買 其實可以買的 那就不要在你的國家帶進來 因為是會被活收 會被丟掉 然後如果真的嚴重的話 是真的會發寬 或者真的會 放進去澳洲 另外 原來 種子 植物的部分 木製品 都不可以帶來澳洲 所以如果你帶 比如說杞子 杞子裡面有果實 或者是華莓 這些 其實裡面有核的東西 所有是不可以帶的 木製品 包括你去旅行 或者你帶了一些 小的手工藝品回來 可能它是 made of woods 你要小心 如果原本是一些很raw的木製品 其實真的不能帶進來 如果是一些處理過 拋過歌 或者是消毒過之類的 那些木製品 應該都還可以 但不要帶太名貴的東西 因為真的會有被丟棄的 可能 到時候很傷心 就不太好 第八行 就是不可以帶任何動物的部分 生物的東西 昆蟲 背殼 以及蜜蜂製品 這裡包括一些 背殼的裝飾品 手工藝品 手飾品 或者是蜂蜂的產品 包括一些蜂糖漿 蜜糖等 都是不可以帶來澳洲的 如果你真的有帶來 麻煩大家真的 證實地 拿一個 YES 第九 第九 就是貼有泥土的東西 包括你所有 Sporting的用具 或者是你的鞋 我試過過 在過境的時候 那個官員就問我 你有沒有帶鞋來澳洲 其實當初我真的有帶一雙 行山鞋來澳洲 但是 我就幸好 那雙鞋是全身的鞋 否則 如果它是尖有泥土的鞋 它有機會是真的 用你的鞋的泥土去化驗 然後不給你 或者有什麼 判斷之類 因為它也是 怕那些泥土 可能帶了一些生物 或者細菌 進來澳洲 就破壞了 澳洲原本的生物的多樣性 也是保衛澳洲 這麼漂亮的 一個國土的 政策 所以如果大家 要帶鞋來澳洲 就要一雙新的鞋 要一雙舊的鞋 就洗乾淨 應該都可以的 第十和十一 大家應該知道 就是過去三十天內 有沒有去過那些農場 接觸過農場的動物 或者是過去六天 你有沒有去過 非洲、南美洲、中美洲 加入比海地區 這些魚實填布就可以了 然後大家就請在 最後這個箱子 簽回你的名字 留意這個名字 是要和你的護照 上面的簽名是一樣的 其實大家可能會有很多問題 就是有什麼可以帶 什麼不可以帶 或者是在國家 平時吃的 我真的很喜歡 在澳洲買不到 可不可以帶進來 或者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 分享一些 你成功帶過澳洲 可能是違禁的 但你成功帶過澳洲的東西 我可以分享一下 其實我以前帶過 鹹魚 鹹魚沒有了頭 其實也可以讓你過關 另外帶過 花膠、瑤柱、海味 那些包得漂亮的 有些是真空包裝的 其實也是可以的 但反而一些菇類 例如香菇類 很多時候都是不可以帶 因為它有些包子 在那裏 其實都是視為一些種子之類的東西 另外還有些包裝好的茶葉 其實都可以帶來澳洲 但其實這些所有的東西 記得不要是一些散裝的 最好是有一個英文的 描述在那裏 可以讓官員知道 你的包子是甚麼 你亦要懂英文的名詞 去解釋 花膠的英文是甚麼 或者是響羅 響羅的英文是甚麼 你要懂得跟它解釋 今天對於入境卡田社的分享就到此 希望大家過關都順利利 下次再見